6月1日,白酒工业术语,饮料酒术语和分类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其中,新国标更新了白酒的定义,突出以两股为主要原料 同时,重新定义了调香白酒是以固态法白酒、液态法白酒、固液法白酒或使用酒精为酒机 添加试笔添加剂调配而成,具有白酒风格的配置酒 业内人士表示,白酒行业新国标将调香白酒划入配置酒范畴 这意味着使用试笔添加剂的调香白酒不再是白酒 按照现在的新国标,那些原先用非凉谷作为原料的 添加了食品,增香增味增稠物质食品添加剂的 和用食用酒精勾调的 实际上这些酒都不能够再用白酒标准了 我们只能称之为叫调香酒,那么它属于配置酒的一种 牛兰山成量是一个,卢族老教有个二曲,好像都停掉了 新国标出来就停掉了,包括这个老村长 白酒清国标正式实施后,顾客如何分辨哪些是白酒 哪些是配置酒,蔡学菲告诉记者 主要还是在配料表上有所不同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中低端白酒 你只要看它配料表里面,标准是食用酒精加水 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了,就知道了 因为大部分现在都是加食用酒精的 此次实施的白酒清国标 是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酒业协会 五粮液,卢州老教,贵州茅台等联合起草的 据五粮液质量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新国标修订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将传统白酒和非传统白酒有所区别 据另一位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国标的实施不仅可以让顾客在选购时就更容易辨人 还可以对生产配置酒的企业有所约束 对于整个中国酒行业来说 一方面它推动了整个中国酒行业 特别是中国白酒的产业升级 以及这个纯粮化发展 另一方面它在另外一个角度 也加快了整个中国酒行业的品质提升